五报头条 但您看到香港战中已经第三天 公民抗命行动遍地开花 在旺角湾仔每天都有数千人集会 昨天大部分的警力都撤离了 不过今天在连城旺角公民广场 发生一辆兵制车高速行驶冲向人群 引起不小的骚动 马上请我们的特派记者明竹带来最新消息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旺角的雅街老街和明敦道口 那么在这边其实是战中的群众集会的一个公民广场 结果在今天将近凌晨两点钟的时候 有一辆兵制车从雅街老街的那个方向 急速的驶向当时群众在这边聚集 应该还有将近一千人左右 索性民众闪得快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然后这台兵制车就很快速的往这个方向急驶而去 当然情人很混乱的一撞来散开散开 人都走开离开了 那么在这边追个车这样 那不知了这些不知了 这里是旺角相当热闹的地方 那么根据义工告诉我们 这边请此白天的时候大概就是三四百人 等到下班之后呢人潮渐渐聚集 多的话甚至可以到数千人 那么人去人就是这样来来去去不定的 这边呢因为这几天香港天气都很热 所以呢物资站上里头也有提供很多的这个物资给市民来消暑 还有做一些应对 那分两类 一类是食物 食物已经有好多的生果和干粮 另外呢就是一些保护类的 有眼罩 有口罩 也有保鲜纸 还有手套 因为呢自从九二八以后呢 九二八有物赵喷雾 也有那些黄雾催泪弹 然后所以呢 所以我们要眼罩和口罩 以上就是新唐人记者 如天长张民族在香港报道 助理下注